最近一直不停的在吃吃吃 一不小心就吃成了两百斤的大胖子 今天温柔我下定决心来减肥 一定要收成蚂蚁腰筷子腿 嘿 这里有过山车了 减肥也要劳一节合嘛 先玩了再说 上来了 哎呀 这位置也太小了吧 说不像温柔我这两百斤庞大的神器啊 哎 当就做吧 出发玩去了 哎 哎 怎么不动了呀 是我太胖了吗 竟然把过山车里压坏了 我还是乖乖去减肥了 这次一定要减肥成功 减肥只能十斤十斤的减 那我们先来收到一百九十斤吧 哎哟 哎哟 俗话说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现在温柔可是深刻的体会到了 两百斤的我现在走两步都喘不过起来 上个楼梯都好费劲啊 走几路来比以前慢了好多啊 这箱子里坐着还准备了好吃的 难道不应该是减肥工具吗 接下来就收到一百八十斤吧 本来准备今年收成一道闪电 亮下你们的双眼 谁成想竟然碰成了坚果墙 挡住了你们的视线 不能了不能了 再吃就真的走不动了 接着往下减 离我们的目标体重还差很远呢 我有一条非常想买的花裙子 老板跟我说 这件衣服没有叉叉叉叉 买的时候 我可是很伤心的 加油吧减肥人 箱子里的果实可以拿一点 吃了不会发烫的 接着再去减到一百六十斤 减肥人减肥魂 减肥人是人上人 减肥真的好辛苦呀 早知道减肥这么辛苦 就不吃那么多了 这里的气泡果汁我就先拿走了 接着再减到一百五十斤 今天我的目标 是要收成一道闪电 现在感觉跑得快多了 已经可以跳得高一些了 难道这就是减肥的乐趣吗 成功减了一百五十斤 快看快看 为了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苗条多了 继续加油吧减肥人 昨天我凭血晕倒在路上 好心的路人帮我叫了一二零 救护车来后 他们叫了好多遍 一二三 后面我都被这样叫醒了 他们都没有把我抬上单价 成功减到一百四十斤 希望这次减肥成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接着往下减 嘿嘿 跑这种跑酷比在家劫时管用多了 来吧 燃烧我的卡路里 把这箱子里的减肥工具拿走 接着再来减到一百二十斤 后面的关卡越来越难了 还有藤蔓 果然减肥的路上也有曲折 有了 我有个泡泡糖 嘿嘿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飞了飞了 哈哈 成功减到一百二十斤 接下来继续减到一百一 要和小胖子说再见了 冲啊 轻轻松松搞定 一百斤是二段跳 看我的 减肥成功 嘿嘿 我现在有个想法 看我漩涡手里剑 啊哦 撞到头了 看来减肥不能着急啊 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 也不能一下子就减肥成功 有了 气泡果汁 嗯 嘿嘿 又减十斤 八十斤那边也很难啊 趁着有状态 直接飞过去 嘿 这样 减肥成功 这里有减肥工具勾着啊 可能就是给我这种跑步渣渣有的吧 呵呵 坐着真的太贴心了 我就收下哦 走你 哎呀好疼 再试一次 一定要成功哦 上来啦 哇 没想到减肥成功 有这么多奖励啊 蓝钻头盔 蓝钻筷子 蓝钻胸甲 蓝钻腹腿 把值钱的都带走 回家卖了 买小裙子穿 嘿嘿 小胖子 温柔和减肥成功 瘦了85斤了 这次回家可不能再吃碰咯 Macken